這些都是政治迫害物函物准 我今天翻演結束了 你以為先這麼好轉 你成交會這麼好轉 根本薪水小叫我 你是你小心嗎 你約緣資嗎 哇塞 怎麼已經起重路了 好想 大家 真可愛 一個坑自己跳 欸 現在楊文科被起訴 要求從中量級沒收了2.5億的犯罪所得 虛蕭欣在哪裡 摳摳摳 在哪裡 我整個饅頭也整個小籠包 不是嘛 要不要幫他送饅頭 對不對 送饅頭送給大姑 大姑障 還可以順便送給楊文科嘛 所以你看楊文科現在被起訴了嘛 那大家會不會押呢 剛剛律師有說 接下來整個案情可能會再上升 可能會罰得更多 判得更重嗎 刑罰會更重嗎 但要請教委員 現在確定你們要跟耶 現在你們國民黨立委說 這是恐怖的政治操作 誰政治操作 呃 怎樣 怎樣 虛點了是不是 虛點 我絕對就是說 因為 那不要主動請辭 你說誰 你說楊文科 對啊 難道是你嗎 我待會來回應 我想 關什麼事啊 徐小新委員講的 他當時是建議我們鄭文燦 要不要自動辭職 那只用我們鄭文燦 順應這個名義 然後自動辭職 楊文科部分他認為他現在 從他的答辯來看 他認為檢調沒有踩進他的說法 他認為他有他的清白性在 那當然就是尊重楊文科現場的意願 可是他要不要辭職 尊重他的意願啊 我最後已經回答了 他就說根據楊文科個人的意願 我補充一下 鄭文燦也說他是清白的啊 對啊 你們為什麼不相信鄭文燦 相信楊文科 因為鄭文燦是民進黨的啊 好棒 厲害 楊文科是國民黨的 政治恐怖的政治操作 不要 這些都是政治破壞物行物詞 好 我會以上的 我今天翻演結束了 你以為先這麼好轉 你說到底這麼好轉 根本心碎 你是民調嗎 你是民調嗎 你又原子嗎 哇塞 怎麼引起重路啊 好想 這幾顆 要一個坑自己跳 是啊 政治回力標 總是來得又快又急嘛 打臉絕對是打得又大聲又響又紅嘛 我就問問嘛 除了剛剛講的那一些人之外 徐巧欣呢 徐巧欣在鄭文燦發生案子的時候 她講什麼 她說鄭文燦涉灘 有一定的試鎮 已經不試鎮 要主動辭職 欸 現在楊文科被起訴 要求從中量刑 沒收了2.5億的犯罪所得 徐巧欣在哪裡 摳摳摳 在哪裡 不蒸個饅頭也蒸個小籠包嘛 要不要幫他送饅頭 對不對 送饅頭送給大姑大姑丈 還可以順便送給楊文科嘛 對不對 徐宇貞咧 徐宇貞罵鄭文燦說 涉嫌重大應該立即持去海基會的董事長 欸 徐宇貞 徐委員 你有在過嗎 還是出國了 應該沒有那麼快吧 不是才剛休會而已 林濤咧 最愛嘴人家的林濤 最愛嘴鄭文燦的林濤 還說要發起調查小組 調查鄭文燦的林濤 她現在人在美國 但在美國 FB還是可以用 還是可以發文的 在美國也可以直播嘛 在美國也可以寫臉書嘛 在美國 國民黨智庫的副執行長 總是可以要求新途縣的 這些議員 國民黨還是最大多數吧 還是最大黨吧 也是可以成立調查小組啊 來調查楊文科啊 你人咧 對不對 昨天楊智宇最好笑啊 國民黨的發言人啊 說啊這個 不是他相信啦 是朱立倫相信楊文科的清牌 判司法公正 不受政治力影響 我就給你問 請問鄭文燦 被起訴的時候 他沒有被起訴 他只是被收押的時候 被辦的時候 你有沒有相信 鄭文燦的清白 你有沒有判司法公正 不受政治影響力 一樣嘛 一視同仁嘛 我就希望你這一些的話 可以放在鄭文燦哪 對不對 而且鄭文燦到現在 是沒有被沒收 什麼犯罪守得的哦 你們現在太 這個楊文科已經被起訴了哦 好 我最期待的這一個人 就是超會連連看的 黃國昌黃老師 你人在哪裡 你不是說 新潮流果然很有力 爆發如此嚴重的受惠醜聞 鄭文燦要立即下台 鄭文燦被現在指涉是五百萬 楊文科被沒收的 犯罪守得是2.5億啦 黃國昌你哪裡 林涛出國你跟著他去了是不是 一樣可以直播好嗎 一樣可以寫臉書好嗎 黃國昌你哪裡在哪裡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些人啊 這些人啊 對於鄭文燦的標準 可不可以放在楊文科的身上 講一講話好不好 怎麼通通都變成啞巴啦 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楊文科跟這個建商的接觸啊 不是只有在楊文科 2018年當上縣長的時候哦 其實早在楊文科 2016年7月16號 當邱靖淳的副縣長的時候 7月16號 2016年7月16號他上任 你知道嗎 9月21號這個建商就跟楊文科聯絡了耶 表示當時要關心當時他向營建署 申請的建案 表示不滿耶 所以代表楊文科跟這個封益 這個建商的關係其實是非常長 非常久非常遠的 那除了楊文科之外 邱靖淳有沒有涉案 總部可以副縣長知道 縣長都不知道了吧 所以要不要往上查 要吧 結果你現在在哪裡 完全沒有耶 完全沒有查耶 33度跟建商聯絡 到底在聯絡什麼 另外啊 這個建商當時啊 你知道我們台北市啊 所有的建案在遇到建管處的同仁去的時候 你知道是怎樣嗎 皮皮削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最怕建管處的同仁啊 給他指示東指示西 他們的建案全部都要停的 你知道封益啊 在楊文科當縣長的時候 建管處的同仁 到了這個建案上面去 要求這個建商啊 要指示他要做處理的時候 要說什麼 縣長我在罵的耶 嗯 我不用管這一些事情耶 趕快做 隨便做 亂做 在建商 誰給建商那麼大的權力喔 建商當著建管處同仁的面前 講這些話耶 建管處的同仁 臉都黑了耶 為什麼 因為封益後面 就是楊文科縣長當北區啊 鬧在那裡的 想再難聽回去 建管處的同仁鼻子摸著 就是看著這一些建商 這個 深度不夠的這個材料 偷工減料 完全沒有辦法耶 我絕對覺得這是瞎爆 好 所以你看楊文科現在被起訴了嘛 那大家會不會壓呢 剛剛律師有說 接下來呢整個案情可能會再上升喔 可能會罰的更多 判的更重嗎 刑罰會更重嗎 但要請教委員 現在確定你們要跟耶 現在你們國民黨立委說 這是恐怖的政治操作 誰政治操作 呃 怎樣 怎樣 虛點了是不是 虛點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 那不要主動請辭 你說誰 你說楊文科啊 對啊 難道是你嗎 我待會來回應 我想 不知道什麼事啊 先講一下 我覺得因為楊文科的案子 的確是這個 之前因為天坑後來的事情之後 後來也就是開始主要調查之後 其實已經知道他已經被調查了 所以你說這個時間點他被起訴 其實按照他這個調查的流程 當然可長可短 我覺得是正常的 所以你說用楊文科的案子 去壓過所謂鄭文差案子 也不也不一定 因為這鄭文差案子 還是正正在進行事嘛 這大家都還是會關心嘛 那當然這個我覺得 可以打消你失明了 我覺得是有點政治的語言 怎麼樣呢 對 那我們不要挑撥 離間我們本黨內的團結 沒有你們本黨現在靜悄悄 你們現在本黨都沒有在說話 對沒有 我們朱立倫主席有說話 他不是有講說這個 相信法院會還他清白嗎 那我覺得朱立倫的利益點在於 就是說的確現在檢調發現 所謂剛二連五一 大家有去解釋 二連五一其實主要是指 那個廠商 不管他這個 H剛良的這個縮減之後 所省下的成本 以及他這個 停工復工 停工復工 復工之後 可能造成的預期利益 加起來大概二連五一嘛 那真正的有收賄了 除了這個江處長之外 另外就是 楊文科的確他在這個 所謂不管他官邸 或者是他的 辦公室跟家裡 找到大概加起來大概快60多萬的台幣的現金 跟一些什麼金 70萬 還有金幣 對金幣 金市 那當然楊文科他自己的說法是說 他都有去跟檢方去解釋說 他這些財產來源 可能包含他個人的一個 日常的花費 然後這個現金的一個 一個就使用這樣子 所以當然你從這個 如果假設江處長 他拿到的這個所謂的 收賄的金額是高達上千萬的話 回到後面剛剛講沒有錯 你說一個縣長 他真的收賄的話 怎麼可能會比這個處長還少 所以也的確是因為現在檢調 在調查過程當中 針對楊文科之間金流上的這個流通 目前是沒有太明確的 有太大比的這個數字 那包含這六七十萬 其實也不確定是不是封印過來的 但是楊文科他會不會有 所謂的圖利的問題 當然你說回到他整個 檢調他去看的這個 不管他會命跟透明進度 現在看起來的確他是很麻煩的 因為蠻長的去要求要復工 好 雖然那個新竹縣政府是有 昨天是有特別有講說 這個案子天坑完之後 4月27號 去年的4月27號 到現在都沒有復工 但你只去看檢調他的內容 包含在這個所謂 總統套房的會面 其實也是去年4月27號之後 那後來檢察官很明確講出來 就是說他有要求 這個當時的姜處長需要復工 但姜處長不願意 那楊文科也就沒有繼續要求了 那所以你就說 那你是不是覺得 楊文科這樣就你這樣聽起來 他比姜處長更可惡 我最後一次姜處長不敢貪的時候 楊文科還要求姜處長 要繼續這樣執行 沒有後來對後來張處長不從之後 楊文科也沒有持續要 那我的意思是指說 就是說現在這些都是檢調 他找出來的所謂證據 不管他有沒有通聯 或具體的這個 所謂的錄音等等 那當然按照這樣子去看的話 接下來楊文科的案子 其實我覺得不是太有利啦 就是說你可以說沒有金流 可能沒有收回 但的確在這樣子一個 對於這個廠商特別圖利的部分 就目前的常理跟檢調去看的內容來說 一般人看都會覺得 感覺好像不用力道這麼大嘛 你跟廠商友好過去認識 那幫他這個講一兩次 在合乎法令的規範裡面 那幫他去溝通的話 而不是跑去飯店 然後還住一晚去拿餐券嗎 住一晚餐券這我不確定啦 這當然回到檢調他這個 因為其實我覺得那個 這樣比較細節啦 那所以這種重點 還是回到這個金流的部分 那委員我再問你一題 因為我們在找到一個新聞 這是今年一月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公務處長嘛 不是涉嫌收賄上千萬元嗎 年底的時候 去年年底的時候 積壓解除呢 結果呢 楊文科要把他找回去 他聚保之後又申請負職了 那雖然不能擔任主管職 但是讓他出任檢驗秘書耶 怎麼會這麼奇怪 你就收錢了 雖然被解除激壓 可以這樣再找回去 是說這個處長很重要嗎 還是楊文科覺得 他的專業度很高呢 這個不能預測 好 當然第一個 他可能覺得這個處長很重要 可能很多事情 他都是過去都處長處理的 所以他可能要解案 不一定是封印的事情 我都可能是其他案子 那當然你說 從一般的公務人員任用裡面 其實公務人員體系是蠻 蠻擔心有這個什麼 收回的傳聞 甚至已經被檢調這樣子 去積壓過這樣子 所以有類似的這樣子的污點在的時候 你說回到公家機關 有沒有辦法回去 如果他沒有違背法令的話 他當然要回去 因為他的 那我覺得你們國民黨很奇怪 你標準很不一耶 這種人都已經有案底了 回任之後又說什麼 他相信他的專業 我的意思是說 他就是說假設還沒定驗的話 如果公務人員的法令 還規定說 他有隻公務人員身份的話 當然回去 然後放到不同的位置 這是法令給他保護 但還最後回來 我們來進入孫子也需要 國民黨要不要要求 這個姚文科 這個自動辭職 這個回到我們徐九星委員講了 他當時是建議我們鄭文燦 要不要自動辭職 那只用我們鄭文燦 順應這個名義 自動辭職 姚文科部分他認為他現在 從他的答辯來看 他認為檢調沒有採進他的說法 他認為他有他的清白性在 那當然就是尊重 楊文科現場的意願 可是他要不要辭職 尊重他的意願 我就已經回答了 他就說根據楊文科個人的意願 我補充一下 鄭文燦也說他是清白的 對啊 你們為什麼不相信鄭文燦 相信楊文科 因為鄭文燦是民進黨的 好吧 這一次恐怖的政治操作